幫各位稍微整理在我部落格 也有貼到那個Portal裡面 所以各位可以稍微去了解一下 當然除了我們上課的東西之外 還有其他的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了解手機的程式應用 不過這個部分有些是需要寫程式的 並不像各位想像那麼簡單 非常花時間 但是都是一個專業 等於你把那個東西學會的話 你出去找工作 當然就不是問題了 那我上個禮拜的東西 我是寫了一篇這個 等於是第九次上課的 裡面的話基本上就是幾個流程 包含就怎麼樣呢 如果你今天要做出一個類似像 各位畫面上看到 比如說把Google地圖包在哪裡呢 包在你的手機裡面的話 那這邊就會需要當然 把Dreamweaver開一個新的網站 其實就是用網站的概念去做設計 裡面的話需要把程式碼貼上去的動作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個網路在跑太慢了 OK 有點 那你會發現上面這個地方也可以複製 所以如果你上禮拜的東西 找不到放哪裡的話 其實在我的部落格裡面也有 其實非常簡單 這個地方其實如果要把地圖包進來的話 我用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第一個把這個Google Map引用進來 第二段程式碼其實你會發現 它一定是Scrip開頭到Scrip斜線結束 那這個是一段 這一段語法是把那個什麼呢 把Google地圖包進來 那第二段的話是從這邊開頭在這裡 結束在這裡 這一段是做什麼呢 就是有沒有 其實這邊上面有一個說明 就是取得那個什麼呢 取得我們在地圖裡面有建的一個DIV 這個DIV的話叫MapDIV 這個MapDIV的話 就是先把它抓進來 那怎麼抓進來 其實用這一行語法就可以 那再來就是給它一個什麼 經緯度 上面是緯度 下面是經度 那也就是你可以在Google地圖裡面找 這個找的方式的話 我想我們之前有教各位 然後再去把這個地圖 變成兩個物件 一個是緯度的物件 然後呢 經緯度的物件 跟一個Google地圖的物件 再來去設定什麼呢 設定一個它的那個縮放 它的這個這個論 這個論的話呢 就是大概14左右 那這個數字的話 你可以放大或縮小 如果數字變大 那就拉比較遠 變小的話呢 就比較拉近 那這個當然大小不是絕對的 你可能要測試一下 有的時候呢 也許出來的數太近或太遠 你可以在動態調整一下 那OK 另外的話呢 Center的這個參數實際上就是 把我們的那個地圖的這個經緯度 把它放進來 然後再取得這個經緯度的地圖 那後面當然有一個參數 叫RuleMap 這個RuleMap 就是用那個什麼呢 用那個地圖的方式顯示出來 那你也可以用衛星地 這個地方也可以用衛星的方式來呈現 那實際上呢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把這一段程式碼貼上去 第二個的話呢 要做出這個效果 那你可以再加一個DIV 分別把它加上去 那其他的部分的話呢 今天我們要再來講 就是如果我今天需要做出一個下拉的清單 類似像各位可以在雲端白板裡面看到 我們上個禮拜的是單頁的 那今天的話要來繼續看多頁 那多頁的效果例是像這樣 就是完成畫面有點像這樣 就是我一個熱門景點 或者是像綠 把它改成叫綠島導覽好了 導覽景點 然後呢 底下假設我有四個景點 這四個景點就是我們之前練習的 網站裡面有四個嘛 什麼什麼綠島機場啦 什麼招日溫泉等等的 然後呢 底下做兩個按鈕 一個是首頁 一個是地圖 然後就可以跳到這邊來 也可以繡出來 大概很簡單的一個方式 所以呢 基本上我們要怎麼樣完成 那這邊就是 如果你上面有一個首頁 底下的話就是必須 假設我有四個頁面 下面就要做四個頁面 所以Page123 Page1到4好了 上面的話分別把這個清單加上去 一步一步完成 裡面的話特別注意就是 第一個首頁裡面要做什麼 因為我要做一個清單嘛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的話呢 會比較Data Road 要把清單先做出來 比如說我假設有四個景點的話 那四個景點先把它選舉之後 做成Dist view 然後上面有一個另外有一個標籤 這個標籤的話呢 要把它改為True True的話呢就是將來我們可以在上面 再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那個那個那個 上面有一個標籤 就上面有一個那個title部分 把它加上去 另外的話呢 在上面多加一個 比如說這個Data Road 就是在Data Road裡面的話呢 在選取上面這一個 把它改成叫做 List Divider 這一個標籤屬性把它改一下 然後其他的話底下再加一個Netbar 底下的話需要一個首頁跟地圖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前面做過就是一個Netbar Netbar怎麼做 做在下方 這個我想前面有做過 等於我們這個地方稍微做個複習 兩個一個首頁一個地圖 然後再來就是在上面加一個icon 叫Home 然後顏色的話呢 如果是要藍色的那就B 那地圖的話 黑色的話就用預設的就不改 鼓勵底下那個icon 底下的這個顏色不改的話 它的Data Thinming就不用去改 不用改顏色 這樣的話呢 並且把它固定在下方 就有一個Fixed 這個好像前面也有做過 不過特別注意 Fixed的地方 你一定要選擇是Footer 它的頁尾的部分 要把它做一個Footer出來 OK然後類似像這樣子 請各位先稍微把那個 上個禮拜的部分稍微複習一下 今天的話我們要做出 類似有多頁的這個部分 好那相關的畫面在雲端上也有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我們上禮拜還是做這個 呃 就是把它顯示出來 我們上禮拜好像是做那個綠島吧 把綠島放在中間 那做的方式流程 我想大概幾個重點吧 第一個你先找到景點的 這個什麼呢 它的經緯度 也就是你先搜尋那個位置 Google地圖 然後按右鍵 按右鍵之後這邊有這是哪裡 會顯示出來經緯度 在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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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子列上方 然後呢 第二個就是在我們的網頁裡面 特別注意喔 先加入一個什麼 加入一個index 就是把它 就是這個這個index裡面的話 記得要先放一個什麼 放個div 特別是div div名稱的話 叫做map底線div 再來針對這個map底線div 因為要設定它的大小寬度 跟框線 那最重要是它的寬度 寬度跟高度要給它 所以呢 我特別注意喔 在這裡喔 特別注意喔 它的寬度跟高度喔 你要怎麼給喔 比較不太一樣 是說 我們不像說 像Word啊 Essale那種 點兩下 它可以自動跑出來 讓你設定寬跟高 那你要設定寬跟高的話呢 必須要到那個 CSS樣式裡面新增一個 然後這邊選1 選2 選3 這個都沒有選錯的話 那就是會跳出這個 那你就是方框裡面 去更改它的寬跟高 那寬跟高的部分的話 寬度你可以設為Auto 它會自動縮放 那高度的話 你可以試情況 給它一個寬度 比如大概440 或者是500 這樣的數字 那你可以試 你想要顯示的手機 差不多要試一下 OK 那就會顯示出來了 再來怎麼樣 把那個程式碼 有兩段 不過兩段 其實就是貼一段 我後來好像把它整理 你就直接貼到配的上方就可以了 但是呢 只要修改三個地方 1 這個緯度 精度 跟它的縮放 這兩個數字呢 是從Google地圖裡面查出來的 然後再來就是 要不要加一個外框 如果要的話 你就自己再加一個外框 加一些相關的設定 這個我想比較其次 那這個方框可以改Auto 然後外框有沒有 框線預設是沒有 那你可以改 我這邊有講過 上禮拜有講過 那這個是最後的程式碼 你可以把這個程式碼 跳出來 右上角的彈出視窗 那你直接怎麼樣 把程式貼上去就可以了 所以這一段程式碼 貼上就搞定了 那這個是單頁的部分 如果說我今天要把它改為多頁 要該怎麼做呢 那首先第一步呢 一樣 要需要什麼 需要先 在桌面上好了 建一個Google Map 106好了 比如說我們今天是106 當成是那個練習題好了 那也就是說呢 我需要幾個啦 你們等一下就去查 這個綠島有沒有 比如說我們在那個練習裡面 會有四個景點 分別就是綠島機場 它會 就用Google地圖 我想這個講過了 你們就找到那個綠島機場 或綠島航空站 然後它按右鍵會有個什麼 這裡是哪裡 這裡等等 在那個上方會有一個經緯度 你就把這個經緯度把它複製貼過來 總共會有四個景點 會有四個經緯度 然後呢 底下也是一個清單 這個清單 就是等一下我們要做成List View 那你們先把什麼相關資料 我的習慣是先放在計時本裡面 等一下的話可以複製貼過去 這樣會比較快一些些 有點像準備一下我們需要的東西 好接下來的話呢 有個資料夾 資料夾名稱叫Google Map 106 然後呢 我們就是在開啟Zoneweaver 做什麼呢 新增網站的動作 做法上跟前面一樣 你可以這個名稱的話 也叫做Google Google Map Google Map 106 然後把這個Google Map 106打上去 另外的話 它的實體位置的話 我是放桌面上 桌面上這個資料夾 把它按選取 這樣的話呢 找到之後 這個對應到 那就按儲存就可以了 儲存之後的話呢 那現在裡面是空的 什麼都沒有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做什麼呢 開一個新的 新的檔案 那特別注意 一定要是HTML5 這個一定是必要的 前面已經講了很多次 如果你這個忘記的話 後面等於你都做 怎麼樣做都做不出來 因為如果你不是HTML5的話 這個它一定不會是一個這個APP 這個APP 絕對就顯示不出來 建立一下 那建立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還要做什麼呢 接下來 我們先把那個相關的頁面做出來 所以相關的設定嗎 還記得吧 這邊把它改成傳統的 先把環境先設置一下 然後再改成分割的 這個應該就慢慢比較熟悉了吧 前置的作業都一樣 所以你要熟 熟了之後的話呢 然後再來BODY跟BODY中間 這個BODY跟BODY中間 就是我們要放的頁面內容 那我們總共會需要有幾個東西呢 那你其實可以參考一下 就是說我們的那個多頁的部分 那個多頁的那個 雲端硬碟裡面的話 總共會這邊多頁有沒有 那你可以去構思一下 完成畫面大概會有 主要會有兩個 一個是我的這個頁面 那這個叫首頁 再來就地圖 也就是首頁需要一個 我們叫Home好了 然後其他的話叫Page1 Page2 Page3 Page4 那實際上綠島 我們練習大概就四個就可以了 就是那個之前我們106地圖 那個四個景點 那所以將來的話 這邊會改成一個這樣 那所以會有一個主頁 再加上四個頁面 所以第一個的話你的結構 跳過來就跳到這邊來了 反正只是跳頁的這個方式而已 所以呢 第一個我們先怎麼樣呢 先把頁面先做出來 那頁面怎麼做出來呢 第一個 先JQuery Mobile 然後插入什麼 插入那個頁面 對不對 這個頁面它會出現這個畫面 按確定就可以了 然後第一個頁面叫Home Home 那頁手要嗎 其實好像頁手 頁手好像不用了 我們只要頁尾就好了 因為我要做出來的樣子 就類似這樣 上面沒有頁手 不用頁手 中間要 中間叫Content 內容 下面要 所以這個的話呢 其實只要頁尾就好了 不要頁手 OK 所以直接頁尾就可以了 頁尾按確定 一個Home 所以按確定 再來的話呢 要插入什麼呢 插入四個 四個特別重要 插入點的話 記得喔 有不要放下面再插入 你不要直接又再插入 那它會在頁面裡面 產生頁面就連不到了 所以在底下這邊 好把它Enter一下 記得這個是一個嘛 然後底下Enter一個 再插入呢 第二個到 第二個頁面其實是Page1 那 其實頁手也不用 頁尾也好 因為等一下 將來底下的NetBar都要固定 每個頁都有 OK 好 然後按確定 再來的話呢 再一樣 游標再放到它下方 記得喔 是這個一個獨立的下方 這個特別注意喔 因為太多同學 這個地方做錯 後面都跟著錯了 然後一樣的方法 點這邊一下 再插入頁面 然後這個是Page2 按確定 它會又多一個 有沒有Page2 然後Page3 Page4 不過除了可以從這邊插之外 其實喔 有聰明的同學 可以懂得怎麼樣 這邊複製 可不可以 然後把它貼到哪裡呢 貼到它的下方 然後呢 把它改一個3 不就好了 有沒有 這個方法跟剛剛那個方法 其實差別只是說呢 一個是用工具 一個是直接複製貼上 結果應該都是一樣的 然後再來一個 再來就是4 這邊可以把它改成4 那其他都一樣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了第一階段 那總共會有五個頁面嘛 那五個頁面裡面的話呢 第一個 頁面呢 就是我們要做出來 類似像這樣的一個景 比如說 綠島熱門景點之類的 然後會底下有個那個Bub 可以跳過去 跳過去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等一下 就按部就班完成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